中央气象局指出,今天第18号中度台风太厉,清晨50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南东方约560公里的海面上,以每小时16公里的速度往西北移动,暴风圈已进入台湾东方海面,北部及东北部地区会有强风好雨。 不过,因台风位置偏东,气象局最快80 30分发路景,也可能在延后或不发。 气象局表示,由于台风未来移动路径上的环境有利于此台风发展,因此泰力仍有机会达到中度台风上线左右。 雨量部分从昨天晚上开始,北北基、桃园、宜兰及北花莲已出现局部阵雨,而影响最明显的时间预计是在今天下半天到明天上半天这段时间。 北部及东北部地区雨量预计仍将达到豪雨等级以上,其他地区也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。 风力部分,北部及东北部地区仍有进入七级风暴风圈的几率,因此不排除会有较强阵风出现。 至于位于南海的热带性低气压也于昨晚增强为第19号轻度台风杜苏瑞,目前仍位于南海南部俄伦比西南方980公里海面上向西北西移动,预计未来朝向海南岛及越南一带接近,对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影响。 由于泰力位置偏东,气象局最快8时30分发露景图繁设置气象局网站分享。